來啊 請下 逆向 在哪裡 這個女子 男子騎車逆向被園警當場攔下 騎車上載著大包小包 神情看起來非常緊張 引起警方的懷疑 要男子出示證件 輪在地上東翻西找 男子遲遲不肯出示證件 不過這時園警鼻子 非常靈敏 聞到男子身上 有著特殊的牛樟汁味道 懷疑他可能涉嫌倒採牛樟汁 有沒有 國會求吸食器啊 菇啊 這牛樟菇啊 那麼大 果然遠景在男子的行李中 找出了牛樟汁之外 還意外發現男子的行李 裡面有個鐵盒 還有毒品吸食器 一樣兩破 他當天攔下來的動機 是因為他違規 違規之後我們會 就是跟他身分盤查 請他拿證件出來 可能就是他下車的時候 然後同仁有聞到他身上的味道 這樣 由於牛樟汁價格高 市價一兩就要1.5萬元 男子鎖定這一點 才會在山上倒採牛樟汁 但卻碰到證明 男王派出所的副所長 已經有20多年紀念的他 馬上就聞出牛樟汁的味道 老警察之後20幾年了 對那種都很很敏感這樣 我們副所長當天是最後一天 仍然很努力的為本所爭取績效 犯的男子做夢也想不到 一時違規逆向 讓自己毒品同期犯的身分曝光 再加上倒採牛樟汁 面對20多年的老警察 男子想賴也賴不掉 記者賴詠誠 陳芷芳 台東報導